今天节目有推送啊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三 我们的直播开始 今天咱们讲一期这个 眼下大伙都在热议的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校外培训这件事啊 大家昨天都看新闻了 安徽有这么一个老师啊 屯膝的在自己的这个 不知道是自己还是别人的啊 在别墅里这个进行有偿补课 前我呢被发现了 发现以后呢 肯定要面临严肃的处理 这个事呢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之前呢 上风已经跟大家普遍吹风打招呼了 大家看没看那个佟大为和宋家主演的 那个电视连续剧小舍得啊 这部电视连续剧里边呢 向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么一个风向啊 大家记得这部电视剧小舍得里边啊 一个新锐的男演员叫张涛 他在郑青春呢 等几部这个青春剧里边啊 还有猎狐啊 都演了一些这个角色 大家对这个人应该有点印象 张涛呢扮演了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 叫中益 结果这个老师最后的结局呢 很惨啊 既失业失恋 被迫离开上海这座大城市 回到老家去了 那么从中益在这部电视剧里边的结局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风的意图 就说校外培训机构的春天已经过去了 啊 冬天呢 必须到来 并且呢 是延冬啊 从最近这两天 这个股票市场上啊 这个教育培训机构概念的股票的下跌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那实际上呢 啊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和这种有偿补课 啊 被突然干掉 与这个国家推出的三胎政策 以及啊 在这个就业之后 形成的薪资的下调 就是大家所说的内卷 这三者是三位一体 也算是三件齐发 啊 这三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简单的聊一聊 这个啊 过程 首先啊 我们看一下 最近这一段时间啊 这个各地的 这个 教育领导机关 就是教育口啊 频频发出重要通知 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 关于中考 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将实行招生人数对办 同时没有考好的学生禁止复读 第三呢 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这三条通知 大家看一下啊 实际上目的性很明确 那就是说 希望更多的学生去读职业高中 然后呢 去从事啊 搅早的啊 去开始他的啊 这个奉献生涯 与此同时呢 人设部提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推动将高技能人才 纳入城市直接落户范围 啊 技术工业的院校呢 技术工人院校招生招路 啊 要给他们拓展发展空间 全面探索和推动面向技术工人 等一系列的活动 啊 实际上呢 说白了就是要把技校啊 职业高中这些出来的学生呢 更好的给他们留一个发展的空间 那这个目的其实也很明确 因为呢 眼下 咱们这个国家呢 官方统计 中国全国企业技术工人缺口是2000万人 啊 这个缺口相当之大 那填补这个缺口的 肯定不是五六十岁的人啊 也不是我们这些40多中年人 应该是20多岁 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 只有轻壮劳力去做产业工人 咱们这国家的这个技术啊 呃 工人缺口呢 才会逐渐的被填满 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才是关键 所以要逐渐取消 或者是限制啊 这个校外培训机构 把他们都限制了 把他们都取消了啊 这样呢 家长们啊 负担就要轻松了啊 投入的费用也要降低了 啊 于是呢 这个生三胎的意愿就增强了 哎 这一点呢 是不言而喻的 啊 由此呢 我们看一下啊 在七月初 北京的力度就比较大 我们知道北京最有名的学区 莫过于西城区啊 这西城区政府呢 对这个房地产中介提出三个重要的要求啊 不得以学区房为卖点 发布房源 不接受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委托 啊 不得参与学区房炒作的任何活动 这个三步要求出来之后啊 对这个西城区的学区房打击是很厉害的 而且呢 还是一个连环连环剂啊 三步要求的同时 7月2号就是本月月初 西城区又出了一个最狠的学区房政策 就是规定在2020年7月之后 购房的家庭 全部以多校画片方式入学 也就是说呢 你就算是有学区房在手 你的小孩子上学也可能被分到普通学校 所以这个最狠的这个学区房政策出来之后 不到三天的时间7月5号 西城区呢 这个德胜片那个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房源 连夜降了80万元人民币 业主的报价呢 从1000万元直降到920万 当然这个降幅呢 在北京来说啊 北京的这种高房价来讲 其实幅度并不是很大 可是应声而跌 这本身也说明了啊 一夜落而知天下秋 这个现象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取消校外培训机构和有偿补课 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了 因为有的朋友在互联网上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 他说你像啊 这个家长和学生为什么要选择校外补习 这个是由不得学生和家长的 这是由老师和学校来决定的 老师已经把这个职业呢 当成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了 学校呢 更指望老师给自己呢 低投入高产出 不断的给自己赚钱 所以老师某种意义上讲 已经成为一线的技术工人了 他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书育人了 他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所以这个校外补习是应运而生 有的人还归结为老师敬业精神差等等 这个东西我觉得形势比人强 你这个社会 你这个制度已经指向这个方向了 老师也只能跟着走 谁跟钱有仇呢 对不对 再说呢 谁不想握劳自己的饭碗呢 胳膊哪能拧过大腿呢 所以这老师的走向呢 是跟着学校跟着这个制度走的 不是说老师自己就突然跳出来了 而在这一点上呢 并不是由于你取消校外补习 有偿补课就能够解决的 你解决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你取消了这个校外补习和这个有偿补课 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由此就变得轻松了吗 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咱们说点老百姓的实在话 眼下啊 不光是国内 包括国外的一样 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大家最直接的压力就是两个 一个是就业 一个是居住 就业呢 和居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一个好工作 那你居住条件自然改善不了 就拿这个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 这个居住非常厉害啊 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房子现在是什么价位 你在这种三四线小城市定居 房价或许便宜 但是你愿意 你愿意让你的子女也这么做吗 我相信很多家长不愿意 所以他们呢 就不得不搬到那些大城市里 而大城市的这种高房价 可以说是高不胜寒啊 很多人真是望楼兴叹 当初的那部电视剧 窝居 为什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就这么简单 国外现在也一样啊 国外现在的这个房价 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房价 昨天有一个房子啊 推出来之后四个卧室 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人直接加价66万家元 就把这房子给买到了 66万家元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数字在加拿大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数字 这种现象呢 以前也是极少出现 可是以后恐怕也会成为新常态了 你长安定居 居大不易 那国外定居 其实也是居大不易 这是居住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业的问题 为了能让子女出人头地 就别说出人头地了 就找一个长期饭票 甚至呢 有的人说的就更低一些了 就说哪怕啊 能够坐在一个被人家长期压榨的这个位置上 只要是长期坐在那里 一直能够供给自己的房子 供给自己的子女 那也心甘情愿 问题是 即便是这么一个长期被压榨的职位 也没有人告诉你 他能够一直攥在你手中 也极有可能随时就消失了 随时就没有了 所以这种就业的焦虑 连带这种住房的焦虑 就会让普通人产生极大的恐惧 这种恐惧 才是带给学生 带给家长的真正的恐惧和压力 有偿补课和这个校外培训 比起这种恐惧和压力 那简直是不值一提呀 所以啊 最近这个河南这个水情的事情啊 就有了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说 为什么在那种关键的时候 有些人不舍得丢弃这个汽车 选择自己这个赶紧逃逃命 结果呢 这评论区呢 就热闹了 很多人就认为说你说的这话 就是太不中国了啊 更像是一个外宾说的话 后来我还自己去了解了一下 我觉得评论里边说的这些话 真的很中国啊 真的很本土化 用老百姓的话讲 更接地气 因为我看这个国内的一些报道啊 在一些这个省会城市 还不是小城市 他有一个生意特别火 什么生意呢 就是给这个汽车呀 贴这个膜 车窗啊 贴那个膜 还有一种呢 就是给这个车呢 这个贴那种车衣 在车的外边呢 再装成一层膜 主要呢 就是防刮蹭 这个声音非常火 所以我看了之后呢 我感到很吃惊啊 所以我觉得自己呢 虽然不是外宾 但是离开这个国家 也确实很久了 很多事情呢 真是有点啊 这个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因为在我们这边呢 没有这种生意 或者说极少有人干这种生意 更不要说通过这个生意发财了 啊 因为我们这边开车呢 刮蹭是很正常的 而且刮蹭之后呢 只要不影响正常驾驶 没有人特别在意啊 做车辆美容呢 确实有 但是我觉得啊 至少我不会去选择这个 因为这边呢 一个是买车很很方便 很很便捷 再一个呢 还可以采取那个租车的方式啊 一年花那么几千块钱 开个两三年 一直能保证你开新车啊 性能啊 还有这个外观上 都是你自己非常满意的啊 再者说呢 这刮蹭刮蹭这个概率毕竟很低 所以我看到国内这个很多这些人啊 这些家庭对这个汽车啊 都能够这个啊 钟爱到这种程度 那就更不要说对房产的概念了 所以你在那种情况下 让他轻易汽车啊 就逃逃逃生 也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昨天有的朋友在电报群里就说了 在中国啊 汽车的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它同时呢 还是一种炫耀的工具 哎 确实如此啊 你开什么样的车啊 就代表你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 以前我一个老朋友 老邻居 他回国的时候 他跟他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就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饭桌上 这些开这个进口车的同学 哇里哇啦说个不停 啊 那些开这个本国生产的 这个档次比较低 价格比较低廉的啊 汽车的同学呢 就多半时间呢 只有倾听的份 要么低头不语 要么给人家点点赞 没有太多的说话的空间和余地 所以一辆车呢 就不能把这个人就直接就给定位了 哎 所以这个 从这个例子里边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话题 就业和定居 对中国人的这种压力和形成的这种恐惧 非常值大 况且呢 咱们再说的更直接一点 因为中国现行的是硬式教育 啊 好与坏 是凭着一张卷子 当然人家那些达官显贵啊 那是例外 人家可以不通过这张卷子 人家甚至把国籍都可以踩在脚底下 今天 是美国人 明天又回到中国 又是中国人了 这种事情太正常了 但是老百姓做不到啊 啊 老百姓还是要按部就班 一点一点的来做 而且这种硬式教育呢 在很大程度上讲 目前对于中国来说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可行的办法 你要是提什么素质教育啊 啊 那就更没边了 咱们就说铁岭 铁岭是两个区 银州区和清河区 那你说是银州区的学生更有素质呢 还是清河区的学生更有素质 这个恐怕不能教诸社会公论 只能教给政府 而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 如果有人把这各级官员搞定了 那他所在的这个区啊 或者是他自己就是最有素质的 对不对 那你要把省委省政府搞定了 那你就更有素质了 你要把党中央全国人大 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都搞定了 那你简直就是中国最强了 啊 就像那个电视剧余环水里讲的 红墙红墙 中国最强 对吧 哎 所以这个素质这个事情呢 就没法论了 啊 因此还得归于一张考卷 那为了这张考卷的话 家长是要拼命的 学生更要拼命 以往呢 有了这个校外补习啊 和这个有偿补课 大家看那个小舍得里边啊 外地近上海的那些普通的 啊 阶层的这些人省吃俭用 开小卖店啊 花钱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呢 学习更好一些 成绩更优秀一些 就说呢 给自己的孩子啊 通过金钱多了一个选项 可是眼下这个选项 被行政命令给砍掉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变得不可琢磨了 有的人就说了 你比如说人有的家长认识 著名学校的老师啊 人家可以通过对这个老师啊 勾兑人家的孩子呢 可以得到意外的补偿 那么很多其他学生的家长 没有机会认识这样的老师 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社会资源 那么你怎么才能啊 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意外的补偿呢 现在看基本是不可能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只能把孩子送到职业学校去了 职业高中技术学校 他们年满18岁的时候 就要走上社会 而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以深圳为首的 这些特大级城市 已经开始推动薪资下调 这种方案了 就说你这孩子18岁 走到社会当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 这在社会阶层划分上 已经沉沦下聊了 而且呢 他又拿着一份非薄的工资 这份非薄的工资能拿多久 他也不知道 所以原来的底层就变得更底层了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的得出结论 这个砍掉有偿补课 结束校外培训 对于普通人和普通家庭来说 并非什么好事 更谈不上捷报频传 所以呢 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后边 好了 今天呢 咱们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支持和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温相 说时政 会员频道 每周都有更新 今天又刚刚更新 特别是有这些 重大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上一期 好了 我们明天接着聊 再见 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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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